特朗普这回真的很生气,据纽约时报报道,特朗普近期曾反复提到,不想用武力去推翻伊朗政权,也不希望美国再次陷入战争之中。 但安全顾问博尔顿却坚持认为,为了伊朗荣誉,美国必须更别伊朗宪政权,即使是军事进攻,也在所不惜。 对于博尔顿的主张,特朗普给予了多次否定,两人的矛盾也越来越公开化。 实际上,日前特朗普还曾怒斥博尔顿,称其过于强硬的鹰派励志,是对美国利益的极大不负责。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,美国政府产生了强烈的分歧。 以博尔顿、蓬佩奥为代表的鹰派表示,美国与各国的关系,就像是锤子和钉子。 美国要敲打,谁就敲打谁。 无需争得世界同意。 而特朗普在竞选时,曾亲口承诺,将让美国逐渐退出海外战争。 因此,他反对武力进攻伊朗。 换句话说,博尔顿等主战派认为,现在的伊朗就是砧板上的鱼肉。 美国就是决定得黑兰命运的那个推手。 因此,白宫必须对伊朗强硬。 与之相反,特朗普不愿意将美国推入新的战争。 也不想孤注一致承担巨大风险。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认为,谈判比武力更有效。 只要伊朗愿意做出让步,在核武、石油结算权等关键问题上妥协, 那么美国就可以撤军。 自从博尔顿担任安全顾问以来, 他就一直在为特朗普的主张辩护。 两人都是说话经历得很人。 现年七十岁高龄的博尔顿, 更是被誉为美国的超级英。 在进攻伊拉克,批判军被控制条约等事项上, 博尔顿将强硬二字,展现到了极致。 然而, 特朗普一直都认为, 小布什进攻伊拉克的策略是错误的, 并表示他不会重蹈覆辙。 白宫很多人士都透露, 特朗普并不喜欢博尔顿, 也很少和博尔顿建立个人联络。 从目前状况来看, 博尔顿在伊朗等问题上和特朗普屡生分歧。 这位安全顾问, 能否坚持到年底? 估计都很是个问题。